哈囉 大家好 請 那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這個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 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傳奇關卡好不好 目前來說其實都用這個傳奇關卡啦 然後來去就是那個 拿我們就是那個Source的地圖 其實這樣慢慢累積也慢慢的快要把我們一些蛋蛋給阿淨的話 有點不錯 那今天繼續來一下我們的最終大陸 看一下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快要到達我們那個了耶 最終兵器樓喔 好 這關的話基本上後面的部分就是我們上一集啊 就是我們封面的絕選角色 也就是我們的章魚狐貓 基本上現在後面的關卡靠我們章魚狐貓 基本上就是沒啥太大問題的喔 目前打起來阿 就是傳奇關卡有沒有發現其實哲平很少在用一些超級貓貓 我基本上好像都是用 康康五貓跟那個 魚人貓 再配上幾隻比較重要的角色直接就打爛了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啦 就是在打一些關卡的時候 果然還是滿喜歡一些就是那個 機器有角色的 其實我覺得如果有統計的話 我機器有角色應該是用最多的喔 因為我覺得機器有角色的話在 一開始的幫忙就是那個 扛傷害阿 或是打出一些打點的時候是最棒的 就是要先有機器有角色 再加上我們一些盾牌角色 你才可以就是比較 順利的能夠出到一些 就是我們那個後面的一些超級貓貓啦 所以我覺得 機器有角色應該可能算是 這次哲平真的滿喜歡的一種類型的角色喔 尤其是我們這邊的機器有雙拼 魚人貓跟我們就是那個康康五貓 這真的 目前來說大家如果一直都是哲平的觀眾的話呢 你盡量應該就會發現 其實我使用這個機器有貓貓的四數阿 其實應該也是滿多的啦 應該也是滿多了 因為其實真的就是 這幾隻真的很好打 就是在我們就是叫出一些 大大隻的那個超級貓貓之前啦 就是 滿需要靠他們來扛一些東西的喔 好 沒問題 這邊也是順利的把我們這邊一大堆 波動犬圈全部打死了喔 打死基本上就已經舒服舒服了 好 就只剩下我們這隻 天使翻車魚 看我們的厲害 沒問題 紫禁洞窟 直接打掉 再來下一關我記得應該也是有那個 對 就是我們的那個紅色五尾熊啦好不好 其實紅色五尾熊非常非常恐怖耶 因為它的波動應該是整張地圖的 我記得如果沒錯的話 它的波動好像是整張地圖 你看喔 超長的 最常波動王者好不好 這隻 真的是不能掉以輕心耶 這隻 你看有沒有 你這如果沒有張運無貓的話 基本上是沒得跟他打的好不好 所以張運無貓的重要性你們就可以知道了喔 其實當初五尾熊的話 其實灰色五尾熊就感覺好像沒那個 沒那麼的就是 我覺得其實一開始大家最怕的應該是灰色五尾熊啦 但是紅色五尾熊就比較沒那麼怕的原因就是因為 那個時候基本上大家應該都已經有章魚狐貓了喔 就是有章魚狐貓之後你就不會害怕這個 五尾熊了 喔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但是這個五尾熊真的是波動之王耶 它的波動居然可以 那麼長你們有沒有看到 不知道它有沒有比那個耶 就是 它應該是比我們就是那個 廬山中文霸巨神貓還要強啦 因為 它的波動是百分之百 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你就知道那個有多恐怖了 正在洗傷溫暖你知道嗎 欸 好像也沒有 喔 沒事沒事 因為被我們章魚狐貓擋掉了 我看一下喔 如果這邊章魚狐貓死掉的話 它是不是一整個波動可以直接潑到我們的塔底 對 你看有沒有看到 它那個波動可以潑到我們的塔底耶 哈哈哈 太神啦好不好 太神了 喔 真的很強耶 真的很強 這個波動真的是很賞心悅目的喔 所以大家真的是 還是要給我們這個紅色五尾熊尊重一下啊 其實它真的還是蠻有它的那個 蠻有它的一片甜的 只是 它就是被那個 那個那個章魚狐貓擋下來了 不然它真的是蠻猛的 那個波動一直刷一直刷 真的很噁心 好 來了 各位 沒問題 眾所期待 哇 我們也是 拍了蠻多集的 然後終於是已經要把我們就是那個 傳奇關卡 二星 三星關卡 快要結束了耶 來 傳說的終點 喔 來了 這關是不是只有一關啊 整本關還沒有打贏的關卡喔 然後這邊裡面有那個 那不是來用一下天狗啊 用一下貓天狗來試試看是不是 因為貓天狗這邊的話是善於攻擊紅色敵人啦 雖然我覺得應該是 打不出什麼好成績的嗎 因為這關還有那個駱駝跟那個喔 水豚軍 沒事沒事 我們這邊 也有一些蠻厲害的 這套是我拿來打那個獸食關卡的隊伍喔 就看一下 因為 飛腳貓他也是很適合打紅色敵人 所以搞不好他真的蠻神的好不好 飛腳貓 沒有 這邊被打回家了 完了完了完了 看來是不行的喔 看來是不行的 有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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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的那個 天使敵人好像有點多 來 扛得住嗎 扛得住嗎 好像不行 好像得帶幾隻那個天使敵人的角色 應該會比較好打 好 沒辦法 這關應該要再帶個那個 那個喇面王他們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水豚軍這邊是蠻可怕的 我這邊要派出那個 二號雞他們喔 這套隊伍應該是ok的 這套應該可以 然後還有那個喇面王 這套再加一隻那個好了 再加一隻那個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天狗阿好像 也還蠻醒的 而且召喚的速度是蠻快的喔 應該再前面一點點 他是我們的那個爆彈一組的喔 爆彈一爐的角色好像都還蠻前面的 來來來來來 天狗 欸 走起這樣應該是ok的 走起 絕斷時刻 這一關是不是就只有一關啦 好像只有一關欸對不對 絕斷時刻來了 先小心一點點喔 重點是這關的那個天使小甜點也是蠻多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先出一隻二號雞吧 先出個二號雞出來應該會比較素 欸 直接 BBQ啦各位 哇 完了完了我看 我看我要BBQ啦 完了 沒很簡單欸 夭壽咧 飛腳貓 死定了死定了 哇怎麼會這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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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絕斷時刻 哇哦 哇哇哇哇 好 沒關係 給點尊重 貝克斯跟那個 虛擬技都開了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弄起來弄起來 弄起來弄起來 都給打爆了 現在 哇 這下很痛 啊他應該是被水層軍弄到啊 好這一下應該不錯 然後被那個打死 OK 哇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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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宮獸現在扛一下 不敢開加速了各位 不敢開加速了 慢速慢速 慢速起來 慢速起來 加油啊 交給你啦 交給你啦天狗 再一隻零號機 出來擋一下這個天使小敵人啦 再一隻 水水 夭壽 欸你知道平常看那種就是 超高速啊 結果現在開 開這個一般速就會覺得 哇 怎麼這麼慢 已經習慣那個高速了 喔 駱駝 駱駝先殺死也是不錯啦好不好 所以這關的話應該也是可以再帶一隻那個 美女神或者是那個巧克力美女神的 應該會還蠻不錯的 再把這隻紅色的水層軍 幹掉之後應該就可以輕鬆拿下了喔 喔 瘋狂砍爆擊啊 七歲歲真的很坦欸 七歲的唯一缺點 砍不到近處的敵人 喔 不過他把駱駝給打掉了 那這關的話應該可以加速了喔 駱駝斃掉 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各位 難道我們今天可以順便連三星關卡一起通嗎 但我覺得三星關卡應該蠻恐怖的喔 好 沒問題 解決斷時刻 解決 他好像 欸 他還有嗎 喔 他還有啊 他還有 他還有後面 喔 我想說他只有一關卡 哇 嚇死人 好 那這關的話 哇 又是一個麻煩的一個絕 你看 裡面 紅色火還蠻還有那個 黑色星星的 夭壽 我當初怎麼是用蛋蛋在打 認真 我當初要這套打 哈哈哈哈 喔 我們來看看啊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我當初拿這關來當守護蛋蛋喔 OK OK 我當初用這關守護蛋蛋 哇靠 真的假的啦 這麼猛的嗎 我用這關打守護蛋蛋 哇靠 會不會撞爛吧 對啊 明明就有三隻我還守護蛋蛋 守個毛線球 真的是守個毛線球欸 好啦 把蛋蛋他們派出來 真的假的啦 守護蛋蛋在這關喔 哇 之前到底怎麼守的 我也太猛了吧 這關玩守護蛋蛋嗎 那個 海馬不就是直接噴爆了 要怎麼守 怎麼玩的 這關玩守護蛋蛋 台舊骨 太好笑了吧 來 結果本來覺得這隻山豬在幫我們 哇 蛋蛋應該全部都要被那個 都被紅色火海馬噴爆了啦 這怎麼守護蛋蛋 笑死 真的欸 你看我們蛋蛋沒有一顆存活的 守護蛋蛋大失敗 哈哈哈哈 哇哇 GG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紅色五尾熊的威力喔 因為相信大家現在基本上都是用章魚狐貓啦 所以就看不到就是其實 曾經的紅色五尾熊有多麼的恐怖 他的波動基本上是一整張地圖的 真的是很要求恐怖好不好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欸 傳奇關卡的二星三星關卡挑戰 也快要到達一個穩身喔 接下來就是我們恐怖的四星挑戰啦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平台見囉 大家掰掰